神秘老头派来一对小蚂蚁 给保罗送来一件奇怪的衣服 保罗一嘚瑟 奇怪的衣服竟然变大了 正好赶上玉井过来查房 这边的小蚂蚁开始倒计时 保罗也知道啥意思 争分多秒的穿上衣服 就在玉井到的最后一刻 保罗换装完成 跟玉井脚底下就跑了出来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 最明目张胆的越狱了 老头给保罗派来蚂蚁直升机 周围还有隐病护卫 骑上蚂蚁就潇洒的撩了 老头救他出来 是想让他帮自己清理门户 原来他的逆途大秃子 利用他的缩小技术 研究出了一款黄蜂战衣 准备把它出售给军火商 用于发动大规模战争 以及盗取各种机密 所以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得把黄蜂战衣偷出来 可这时候保罗举手发问 你家那小蚂蚁那么厉害 咋不让小蚂蚁去呢 老头告诉他 蚂蚁虽然执行能力强 但他们需要一个领袖去指挥 而你就是我选中的那个人 果然保罗很有天赋 指挥着蚂蚁成功地 将糖放进了杯子里 还可以随心所欲地 完成高难度动作 老头还特意制造了两种飞镖 红色的飞镖能缩小 蓝色的飞镖能放大 这边的保罗跨插一下缩小 来到了蚂蚁洞 认识了一下他的战友 最勇敢的狂蚁 狂蚁的速度极快 并且能导电 用来捣毁敌人的电子设备 子弹椅 刺痛指数排名第一 具有超强的攻击能力 木工椅 最为全能的飞行专家 可以成为自己的私人飞机 火椅 堪称完美的建筑大师 扑敲大路无所不能 保罗的特训完美毕业 穿个钥匙口都能手拿把架了 行动之前 给木工椅印好水 给狂椅装好导电设备 子弹椅排好队形 带着大部队就出发了 他们从水管子进入 指挥火椅拼成小船 顺着水管子 就夸夸的一顿激流涌进 眼瞅着到出口了 上方精英 底下支援 成功的把它滴漏了上去 拆掉小板杆 骑着木工椅 就飞了出来 指挥所有的空军 全力加速 飞出了管道 就来到了电子机房 命令所有的狂椅 启动导电设备 成功的就把服务器 给干瘫换了 保罗一个大跳 搜一下就窜了下去 眼瞅着快到底了 同伴及时的关掉了激光网 而保罗就差那么一点点 没能拿到黄蜂战衣 原来是让大秃子给射击了 被扣在了瓶子里 大秃子装好黄蜂战衣 打个飞机就撩了 保罗掏出放大飞镖 嗷一下就窜了出来 骑着木工椅 在后面就开追